大家好,大家好,不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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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入channel OK,这个是摄影独白,OK,保证是摄影独白,你们不要入channel channel是讲摄影文化艺术技术的相机的 刚才播了那段是其他channel的introduction 我想试试大家对这个channel有什么看法 坦白说,最近他出了一段视频说对Sony的A7C2和A7CR不建议 他五分钟讲完,我真的觉得他们有点不公道 吴sir一直都很公道 我坦白说和Sony都没理由这样插进去,新产品 那段视频跟大家讲一下我建议怎样,好吗? OK,大家好,这段视频是摆明和Sony做打手 按照这个产品打手,其实这个字有点误度 打手的打人其实不是,打手就是宣传 但有些人真的打人 刚刚交涉,他们就说五分钟讲完 A7C2和A7CR就不建议 那里面我没有详细看的,坦白说 香港的channel我没有详细看的 今天我破例看了Philip Phone那段 Nikon 18-600 我真的不觉得他们的影片吸引到我买这支镜 因为我本身是想买的,对不对? 我真的要问他,究竟他在哪里拍到的感觉 那些真正的照片呢? 提外话说完,OK 香港现在Youtube界,我觉得 拍片最棒的当然是Philip Phone 不作他人选,其他不用想 言归正选,说回交涉这段影片 他们的交涉是一个大前提 就说A7C2是一部简化版 但是一模一样的A7-4 这部A7CR呢 其实也是一部缩小版 简化了一点点 但是功能一模一样的A7-R5 即是一部是3300万像素 一部是6100万像素 即是两部相机原先Sony就有了 现在它出了一个简化版 即是一个小小小小 就飞了一个军蓝顶 那部机就黏了一点点 即是矮了一点点 重量就轻了一点点 但是与此同时呢 就减了你由双卡变了单卡 即是有些人说Machun变单春 OK 真是蜜蜜 OK 不单止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差了 即是Viewfinder就没有那么正 有等于没有 其实已经比上一代A7C好很多 但是仍然差过这个 正式的A7系列 即是Alpha 7 另外那个 不单是Viewfinder差一点 背后那块反屏幕 虽然都是这样反出来 但是解像又是差了一点 当然它有些优点好了一点 我转头和大家说 在这样的差了一点的前提下 OK 最低限度 由双卡变单卡 部机又小了 用料便是少了 所以Sony是否应该减价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交涉捉住这一点 来坐这个Sony 不公道 为什么呢 这部简化的机 A7C2 就贵过A7R4 OK A7CR 就贵过A7R5 OK 那就差点不公道 但是 喂 你交涉你有没有搞错 你拿着一个定价 和一个市场价比较 一部出了两三年的机 差不多 你拿一部出了一段时间的市场价 和一部新机比较 是不公道的 对不对 虽然它说事实 我和大家铺陈一下 我不是直接说的 虽然有些人会说 你们坐在那里讲Catalog 说真的 拿着一部机都没那么精彩 OK A7CR OK 现在定价是23,490元 23,490元 市场价钱一模一样 当然是第一水 不炒高算比面 对不对 市场价也是23,490元 你已经买到的话 有货的话 但是它变出来的那部 A7R5 定价是29,490元 定价是比A7CR 贵了多少 贵了6,000元 贵了6,000元 不是便宜一点 但是市场价真的差不多 OK 虽然它是29,000多 定价 但是市场价 行货只是24,300元 24,300元 以及A7CR 现在的定价 也是市场价 23,400元 只是贵了1,000元 不够 1,000元 不够 当然你可以买水货 水货更便宜 22,800元 我就不建议买水货 那么贵的机 欠得太少 欠多一点 当然是买水货 说得事实 这两部相机 说真的 问心一句 现在这剎那 你拿市场价和定价去比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部A7CR A7CR是有些优点 A7CR5是没有的 首先两部机的解像度是一样 都是6,100万像素 相当惊人的 连拍卡那些差不多 OK A7CR多是什么好东西呢? Auto Frameling 就是假如你拍片的话 I mean 自拍的Ford计 就像现在这样移来移去 那个frame就跟着移来移去 好似有个摄影师 拿着木机和你走来走去 相当正 这是来自ZV-E1的正功能 这部机呢 以后都会有 但是现在A7R5也没有 Sony又不肯将它upgrade Sony可以upgrade Firmware就可以了 但是它不做这件事 OK 而且轻了 200g不用说了 这部机会肯定是优点 虽然交涉那段影片 就说它批了机 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军舰顶 不是小很多 喂 你把相机袋 赚了那一块 如果你想到去行山 你肯定是 这部机会轻巧一点 小一点 好一点 放在背囊也不要这么咬位 不然行山 又干什么带Firmware 用6700就算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剩下呢 我就真的 是建议的 我不是好像交涉 那么直接了当 说五分钟港元 不建议 我是建议的 建议等多一会儿 等到这个A7CR的市价 跌低过这个A7R5 就合理了 OK 那说完一部敬意 那说一部便宜一点 三千三百万像素 A7C2 和A74 这两部机 如何比较呢 其实情况等于当年A73 和A7C的比较 差不多 A7C2是有优点的 不是简化这么简单 刚才说了 Auto Framing 拍片的东西走来走去 7级的避震 和5.5级的避震 它这部机轻的 没那么多 只是轻了145克 但是问题呢 刚才说漏了 新的AF加入AI 应该是正一点的 我没试过 但应该是正一点的 那么 另外呢 它可以追到汽车 和追到昆虫 你不要说是打虫 打虫也会赢 是吧 你拿着一支 就是 600mm 就是打虫虫 是吧 就是拍虫虫 真是正一点的 因为它有这个 昆虫的checking 对不对 OK 但是问题呢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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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的放大率 现在变了0.7 但也跟这个0.7-8差了一点 加上它的viewfinder本身这个小窗 没有一个cap给大家遮... 怎么说呢? 看上来这方面是比较辛苦 那就不说了 另外呢 viewfinder的解像度又差很远 viewfinder的解像度不仅是放大率差一点 这个是A75 A74 它的解像度是3.69k 但是这个A7C2的解像度只有2.36k 差了1.50k 看东西是细致很多的 你想想现在这刹那 市场价A74的市场价值是15,700k 但是A7C2的市场价值也是定价 是16,49k 更贵一点 所以怪不得交涉卫说不建议 那我就建议等一会儿 不建议是很负面的 不建议大家买 我建议大家多等一会儿再买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价钱跌到你觉得是合理为止 那一定会跌的 第一水一定是贵的 第二水一定是贵的 等到它过了聖诞 过了清明 对了 大概到 大约在明年的夏天 就应该是价钱合理的 你等到那一会儿就可以了 有时候不要太心急 OK 那说了两件事 那其实呢 Sony现在很明显走到一条小 就是 就是 类似 Rangefinder 就是平顶 没有了一个军舰顶的拉 你可以看到 无论R或者正常的Model 都有一个C系列 有一部很奇怪的ZV-E1 我好像没有拍片说过的 有没有呢? 可能会说一下 ZV-E1 当然也是A7S3的一部简化版 但这部机就离奇了 价钱呢 定价是远远便宜过A7S3 A7S3的定价是26,990 26,990 定价 但是市场价跌到22,600 但是呢 ZV-E1的定价只是16,900 市场价是15,000 即是说 ZV-E1 如果你比较 A7S3 它就很值得玩的 当然在拍片方面 它们可能很多东西不同 但如果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复杂 又喜欢一个低光摄影 12,000,000像素 是对的 低光摄影很棒的 我觉得ZV-E1 是适合你玩的 你不要当它拍Vlog 不过如果你用来拍Vlog 的话 这部机也有它的优点 第一是Auto Framing 我先说了 第二是它有一个Product Showcase 我刚才用ZV-E1 放一些东西在前面 一声就对到来 每次都这样试 它那部机会比较快很多 这方面很棒 加上它有一个Lens Bluffing 这方面是A7S3 是没有的 那也是有很多优点的 这部机真的值得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A7S3 拿来拍一下硬照 喜欢它千年万像素 你这么变态 做到低像素 因为它那个低光 很棒的话 索性买ZV-E1便便宜很多很多 OK 那说回以前 以前那部A7S3 我从来都是 觉得它价钱都是值得玩的 虽然它的定价是 一万六千元 一万五千九八九 很早时间跌到一万二千元 甚至现在最近的市价 一万零五百五十 这么多 一万多一点 但是A7S呢 都要一万零三十 我真的不建议买A7S的 没办法了 就是它的价钱跌来跌去 都低不过A7S3 不低很多 但是问题是 它真的没有什么优点 就是优点不多 就是 它是没有了时间限制 OK 有陀螺仪那里 但是如果你不是 玩得那么复杂的话 你就不需要一些东西 电池强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 就是 都不是太正的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自己想 我真的认为 如果你真的需要 一部轻巧机 行山的 你用一部APS 算了 Sony这部6700 其他不推荐 是6700 是6700 行山 如果你以为 拍其他东西的话 看自己的需要 所以 我真的不会认为 A7C1和A7C2 这两部机 是值得的 我建议不是不考虑 我建议是 等多一会儿 等到它跌到一较为止 OK 这段影片就肯定超过十分钟 不要骗大家 我的建议是等一会儿 OK 片尾 我不是先介绍我的书 我先讲讲 我在9月中 会在香港 重开我的实体摄影班 这次大概是1,2,3,4,5,6 有6个lecture OK 只有6个lecture 所以我开不了 我即是开一个星期 6个lecture 另外呢 应该是有一天 是星期日 应该是吧 有星期六 我应该是星期六 有一天呢 我可以开一个街拍班 OK 要报名的话 可以在那里报名 好吗 OK 暂时还没开始的 报名 过了两天 但是在上公 你可以先看 OK 那到此为止 画面上公买到我推荐的 台湾出版正体中文摄影书 最近买书朋友少了 因为觉得我发书不正常 现在已经正常了 你大可以订书 我特别推荐那本VVMI 那本保姆摄影家的书 一本很正的VVMI 传记 一本很完整的传记 最新出版 出版了不够两个月了 在上公就卖到的了 还有其他很多书 很多书都適合大家看的 无论是否新手 是否高手都有书 还未看的 买了三本就包括顺风运费 OK 那另外上公买到我推荐的 卡奥西斯赛斯镜头纸 德国贵方 最正的就是 可以抹你的镜头 手指印啊 油漬啊 很容易抹了去 但是 但是 不流水漬 很快脆干 好贵的 这样的东西不是 一点都不贵 一盒200张 只是买200元 你每抹一张 只是一元 每次一元不是 你抹完镜头 你还很快去抹完 眼镜抹完你的Apple Watch 抹完你的手机 都是我一元搞定的 多划算 OK 上公就买到的了 一盒都包运费 相当正 买三盒的话 就送一条爬山性相机带 不单止买三盒 的discount更加便宜 一定是不用这个价钱 总之买一盒 200元 买两盒便便便宜 买三盒四盒五盒 全部陆续 每多盒都会再便宜 好吗 OK 分享到此为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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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